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戏时间线前的人类尼尔 2050年1月24日东京戴戴木地区 也就是游戏开头新宿打怪的三年前 13岁的尼尔就在铁路边埋着一些粉末 大家应该都知道因为红龙穿越引发了白盐病 得病的人有概率变成盐一般的粉末 而尼尔在这里埋的人 其实就是尼尔的母亲的尸体 完了一会儿妹妹悠娜来了 尼尔问哥哥你在买什么呀 你猜尼尔是怎么回答的 可能是为了不让尼尔担心 也可能是尼尔本身就附带比较阴暗的性格 尼尔的回答是 然后是形态计划实施之后 游戏正片还未开始之前 人工生命尤尔得了黑纹病 世道艰难 尼尔没有足够的能力赚足够的钱给尤尔买药 怎么办呢 好在尼尔面容娇好 只能出卖身体了 租用尼尔后庭的大叔是海岸镇一个有钱人 从此之后尼尔幼小的心灵就受到了打击 也正是因此尼尔开始将脑袋后面的头发扎了起来 因为头发扫到肩膀就会让他想起不愉快的回忆 最后双子看不下去了 给尼尔一把剑 让他去杀魔物挣钱 某一次组队杀魔物的过程中 享用后庭的大叔正好也在这次任务中 大叔最后死了 小说中的描写很模糊 但很可能是被尼尔杀死的 然后是开宁 关于人类开宁的身世 记载在了广播剧CD中的小册子里 人类开宁没有父母 是通过军人祖父祖母的基因 结合与军团怪物的战斗数据 所创造出来的人造基因名额 在当时也是属于比较战略型的实验体 所以开宁的战斗力非常的强 在广播剧里手撕红眼怪 正是因为人造的基因 导致开宁在生成时出了bug 把它生成了一个带bug的福他 虽然开宁是福他这个事情 在游戏里基本没有提到 但是在老版的游戏中 只要给开宁换上皮肤 开宁这个福他属性还是肉眼可见的 可惜在重制版中 这个小细节被和谐掉了 小说魔女的夜宴 故事发生在开宁遇见尼尔之前 尼尔村来了一个戴善人 宣扬世人皆平等的理念 听说有一个小丫头 也就是开宁被人歧视 这还能忍 赶紧去找开宁 没想到走一半遇见了魔物 开宁是拔刀相助摆平了魔物 但自己也受伤倒在了草丛里 戴善人想要给开宁包扎一下 走近却发现 开宁居然在草丛里握着下身的家伙 在做活塞运动 开宁也坦言说 自己在杀戮之后会抑制不住欲望 结果这个戴善人被开宁给吓跑了 在尼尔选择抹除自我存在的结局之后 开宁失去了所有关于尼尔的记忆 回到了村子 开宁靠帮着村民杀怪物赚钱银生 某天晚上村子里受到了魔物的袭击 村里的副士兵长不幸于难 开宁及时赶到把怪清了之后 就像前面说的欲望又来了 于是掏出了家伙对副士兵长的尸体 做了审核不让我说的事情 能写出这种广播剧的剧本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精神变态了吧 游戏正片中 艾米尔从小侦态变成究极兵器 恢复势力看到尼尔的时候 其实就比较激情 而在《面具国国王家》里的一段对话呢 更是暗示了艾米尔对尼尔特殊的情感 感觉 áashik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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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也不愿意道 constit中因为希殿免了 Bom不合 THEY固定的情感 我认为美国王家特殊 literacy afraid 我计在ベスト中 作诗伙 founded 在自然的C件发展 by狂合 最明のは一方的模型 当然了艾米尔是男童的实锤 还是在旧版设计集中的顶弹部分 和伟太郎亲口坐实了艾米尔的特殊设定 而艾米尔对开宁的感情则更类似对哈尔雅 也就是把开宁当作了自己的姐姐 最后再补充一个迷之设定 那就是机械山武器店里兄弟二人里的哥哥 首先在老母亲跟情人私奔之后 哥哥嫌弟弟非常的闹心 不仅吵着要这要那还成天到处瞎跑 哥哥就寻思着要不干脆 把弟弟的双腿给卸了 他就跑不了 不过到了最后菜刀都炒起来了 哥哥还是没忍心下手 另外兄弟二人日子过得苦哈哈的 本来哥哥打算遇到什么客人 干脆都一刀宰了 然后抢劫来赚点快钱 没想到第二天来了个客人 正是尼尔和白之书 这哥哥也是气软怕硬的主 一看这两人肯定打不过 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总而言之必须要说的是 以上这些不做人的设定 都是出自官方资料 不是我也不是卢卡虎州的 只能说 腾尾太郎 我谢谢你 好了 那么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小赞小逼 大家随意 主要是给卢卡老师整点 那么我是杰克贵 愿人类荣光有存 我们下次视频 再见 再见